绘画二 在车上会有什么样的谈话内容呢 看看第一句 当你提到 你突然想到的话题的时候 要怎么说呢 有一个方法是 你可以直接提出这个话题 当然也可以 但是有一个危险 就是对方可能会觉得 哇 你突然问到一个问题 会有一点紧张吗 或是觉得尴尬 所以呢 有一个前面一个暴政言语 也就是 为什么我突然问这样子的问题 是很想知道这个答案 还是好奇问 对 那如果是好奇问的 那种题目的时候 那种话题的时候啊 那就先说 所以吧 就这样子吧 对 话说是这样子 或是对了 是这样子的 OK 所以很好用 很自然的一个谈话的过程 所以 olan 再来 �gent 想出现在的 富多 又是一个 另一种类似 性质的言语哦 就是 我突然想到 意思是 我一直很 很想知道这个问题 好像不是这个意思 就是 突然 自然的想到 那就是 再来呢 なんでわざわざ 静岡まで行くの なんで就是 为什么 的意思 那再来 わざわざ 就是特地 或刻意 的意思 它的意思是 可能从东京出发 但是要特地到 静岡 为什么呢 为什么要到那么远呢 不是附近的海角好吗 的意思 好 再来哟 だって 関東の海 汚いんだもん せっかく行くなら きれいな海で 泳ぎたいじゃん 好 这边的 だって 就是因为 的意思 对方 毕竟说 なんで 为什么 所以回答的时候 你也可以先说 だって 因为 OK 好 那再来 汚いんだもん 这边的 もん 也是 因为 的意思 日文 讲述理由的时候 前面 だって 这种词 加上去 当然 也OK 但是 不管怎么样 后面的 什么什么 から 或是 什么什么 もん 这些表示理由的 单字 是不可缺少的 这一定要加 你不可以说 だって 関東の海 汚い 这样子的话 感觉 不太自然 汚いから 汚いんだもん 汚いので 等等的 对表示理由的 胆子 一定要加 因为 很多人都忽略 所以 我再三提出来 这个要点了 OK 好 那再来 よ せっかく 行くなら きれいな海で 泳ぎたい せっかく 就是 難得 的意思 難得 去 嘛 所以呢 きれいな海で 泳ぎたい 后面 の じゃん 就是所谓的 およぎたい でしょ およぎたいよ 等等的 一个语著词 じゃん 就是 我听说 听说 是 关东这边 常用到的 一个语字 好 再来 よ そうなんだ 日本の海は どこでもきれいだと思ってた そうなんだ 这个 没有问题 再来 どこでもきれい 不管哪里 都很漂亮 後面的 思ってた 是 思います 的 过去心 为什么用过去心呢 是因为 他原本以为 是这样子的 那现在 知道了 真相 真实的情况 所以呢 他原本以为的事情 跟现在情况 不一样 所以用过去 是 来表示 OK 那再来 かながわとか 千葉のあたりにも 海水浴場はあるけど 透明度が全然 違うよ 他说 かながわ 千葉のあたり 你看 あたり 这个词 在前面 也有出现过 附近的意思 对呀 那一带 都可以用 あたり 那再来 透明度が全然 違う 透明度 完全不一样 所以呢 表示一些 差很多 的时候 可以说 全然 違う 那除了 这种情况 以外呢 如果学生 回答的答案 完全不对 的时候 有可能 老师也会说 全然 違います 就会这样 说 有可能 再来 近ければいい とは限らないんだ 近ければいい 这边的 ばいい 就是什么 就好的意思 所谓的 动词 条件型的 说法 那这个 近い 一形容词 也可以用 い改成 ければ 近い 近ければ 可以吗 那再来呢 整句的意思就是 越近越好 或是 比较近就好 后面加个 とは限らない 什么意思 我们看看右上角 好不好 这边说的 とは限らない 就是 不见得怎么样 未必怎么样 不一定的意思 所以呢 例如说 先生の言うことが いつも正しい とは限らない 不一定怎么样 老师说的 总是对的 对吗 对啊 所以这个是 限らない 都は限らない 的 一个 意思 好的 再来よ そうそう 台湾だと どこの海が きれいなの 台湾だと 台湾的话呢 哪里的海 比较漂亮呢 他说 やっぱり 肯定かな 台湾の ハワイとも 言われる 欧堂スポット 好 这边的 欧堂 是什么意思呢 はい えっと 你看 金点 景点 景点 是这个意思 欧堂 所以欧堂 这个词 就是 景点 或是 招牌 的意思 例如说 今日は 野菜と肉を たっぷり使った 欧堂の カレーを 作ろうと思います 你想到 カレー 里面放什么 对 多固定的 肉 然后 马铃薯 红萝卜 洋葱 这四种 就是一个 基本 最基本的 那 这种情况 就是叫做 欧堂 记得吗 之前也有出现 定番 定番 这个也是 欧堂 相似的 单字 所以 其实 这边 你也可以说 台湾の 哈ワイとも 言われる 定番スポット 这样描述 也是 表达的意思 是一样的 OK 好 那以上就是 会画二的 要点